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要300元 她花费了200元让维修工人帮她简单地处理下 因为她打算卖掉这辆二手小车了 这个二手小破车 自家娘亲已经说过她很多次让她换一个安全系数高的车 她一直不以为意 直到今天她才发现她确实应该换车了 本来只是简单地追尾 前面的奥迪根本无伤大雅 但是她的前杠居然坏了 待车简单地维修好后 今夏便让陆毅帮她找一个靠谱的回收二手车的地方 她想让将车子卖掉 而陆毅呢 自然不会告诉她 这辆小车现在已经价值百万了 既然今夏不想要了 那就卖掉吧 反正她家中还有几辆车 到时候让今夏自己选择一辆就好 两个人来到回收二手车的地方 回收二手车的人看见陆毅 微笑地点了点头 看样子应该是认识 但是却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她仔细地查看了一下今夏的车 不禁一愣 想了想 问道 你确定要卖掉这辆车吗 今夏点了点头 嗯 我已经想好了 您看大概能卖多少钱 那人想了想 到 八万 什么 八万 今夏张大了嘴巴 怎么可能是八万 这辆车她买的时候才花三万 怎么可能卖八万 这人不会是不懂车吧 还是看错了 今夏惊讶地看着她 谁料 那人想了想 道 我最多能出十万 你考虑一下吧 若是同意 便立刻签订的合同 又涨了两万 今夏的眼睛都冒金光了 她哪里还肯犹豫 立刻点头应允 好 我同意 现在就签合同吧 今夏担心此人反悔 而此人亦担心今夏反悔 而陆毅呢 依旧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没有反对 也没有帮今夏砍价还价 今夏的喜悦 今夏的小破车卖了十万块钱 这一路她心情爽极了 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笑呵呵地对陆毅道 你说她一会不能追过来吧 她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 怎么了 陆毅一脸疑惑地问道 我那小破车她花了十万元钱回收 恐怕是一个傻子吧 她不会反悔追过来吧 或者是她在我卡上做了什么手脚 不会将我卡里的钱给偷回去吧 今夏依旧觉得很不真实 生怕担心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陆毅自然知道原因所在 但是她不想告诉今夏 只是淡定的道 放心 不会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二手车升值的 这简直太意外了 今夏一路上叽叽喳喳开心得不得了 幸福很简单 正当今夏沉浸在喜悦之中 陆毅的电话突然间响了 因为开车的缘故 陆毅直接点开了公放 还未等陆毅说话 只听见电话 那投掷问声便想起到 陆毅你过分了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给你改造的百万小车 你竟然给卖了 你要卖你卖给我呀 怎么还卖给别人了 至于陆毅的朋友 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他恰巧和收二手车的人也是朋友 那人正和他显摆 自己收到了一个宝贝 他从视频中一看 那不就是他改造的小车吗 这么大声干嘛 陆毅略有些不耐烦 你知不知道 你那车里面的发动机 是世界上最耐用的发动机 车底盘的传动部分 行驶部分 转向部分和制动部分 还有驾驶室的安全气囊 电器设备 我都全部给你换新的了 你 还未等对方唠叨完 陆毅便打断了他的说话 你怎么这么磨叽 你还说我磨叽 我告诉你 下次你再泡妞 休想让我给你改造车 挂了 我开车呢 陆毅不耐烦地挂掉了 对方的电话 可是 今夏却听出来问题所在了 什么意思 自己的车之所以能卖上十万 并非是因为对方傻缺 而是因为自己傻缺吗 今夏一脸疑惑地问陆毅 我的车你帮我改造过 嗯 陆毅欣然地承认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 今夏再一次问道 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出来 你的车和之前不一样了吗 陆毅没有直接回答今夏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今夏开始仔细地回忆 他大概想起来了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情呢 去陆家烧烤 自己的车半路坏掉了 当时还是陆毅去接的自己 陆毅让他朋友帮自己修的车 也是自从那次后 自己的车再也没有坏掉过 今夏一脸玩味地看着陆毅 试探性地问道 你不会是去你家烧烤 那次便喜欢我了吧 陆毅看了一眼今夏 继续开着车 是呀 你才知道啊 他没有否认 他就这样欣然地承认了 这对今夏而言 简直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陆毅很早很早就喜欢自己了 那么就是说他很早之前 就暗恋自己了 对女生而言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的人 在很早之前 便爱着自己更幸福了 今夏坐在副驾驶上 黑黑地傻笑起来 陆毅也情不自禁地露出幸福的笑容 败家 今夏突然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突然间话锋一转 再一次问道 你给我改装车花了一百多万 嗯 天呀 那我卖了十万元 岂不是赔死了 还好 二手的本身就会降价 陆毅安慰今夏 那也不能那么便宜啊 我们快掉头回去 我不卖了 今夏反悔了 他不想卖他那辆小车了 合同都签了 回去也没有用了 陆毅没有听今夏的话 继续开着车 你知道那车的价值 为何不告诉我一声 今夏略有些指责 卖都卖了 你还纠结这些问题干嘛 陆毅无奈地道 败家呀败家呀 那些钱你给我多好 拿去改什么车吗 要是直接给我 我是不是直接就能买辆新的了 今夏心疼得道 我现在给你买一辆 我是要车吗 我是心疼钱 今夏瞪了一眼陆毅 不就是一辆车吗 至于吗 至于 相当至于 好了 我送你一辆新车 生气了 我要自己挑 行 你自己挑 这还差不多 一会吃什么 我想想的哈 要不然去吃西湖糖醋鱼吧 好